詞曲 李宗盛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再請教兩位老師的地方 就是佛教在印度滅亡之後 三聖佛法東移到中土來 而且稱為我們華人世界 很重要的一個普遍的信仰 而且對中國文化的底蘊 它影響非常深廣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有一個問題的話 就是為什麼大聖佛 傳到中國來了以後 是什麼原因讓大聖佛 有分宗立派的問題 譬如我們有什麼天台宗 三論宗 法相宗 禪宗 禁禁宗等等 是什麼樣的原因 會產生分宗立派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還請兩位老師來答覆一下 那剛才王老師已經說到了 因為沒有依照佛意本來設定的 以正果為先 也就是沒有四雙八倍 沒有實證的情況下 那然後按照自己的意思 就會各自認為說 哪個地方重要 哪個地方不重要 或者說我認為佛的意思是怎麼樣 我認為他不是這個意思 於是人的心的變化 比海上的波浪還要多 所以當然就會各自的分宗立派 在這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自己的私心 也就是明文立揚個人的私心 其實心裡也很明白自己沒有實證 但是卻要把自己認為懂的那個地方 獨立拿出來設立一個宗派 那麼這就是切割佛法 本來整體的佛法被他切成一塊一塊的 對不對 太虛大師以前就這樣講 某位法師 好好的佛法給你切成一塊一塊的 其實這是很悲傷的一件事 如同把一個好好的活人切成一塊一塊 他還能活嗎 剛才郭老師有說到 身體的細胞無法各自生長 而完成一個完整身體 可是它背後是幹細胞 背後是有一個該依循的軌道 也就是它的整體佛法的核心 也就是世尊所交代的 應該以正量為先 那反過來講 如果現在出現了一些細胞 它不肯按照世尊的設定 不肯按照這個人體 該有的依照幹細胞 原本該有的法則 做肌肉 做血球 做神經 而它要自己在那邊亂長 分中分派 在我們身體裡面 我們把這種細胞叫做什麼細胞 癌細胞 如果是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會趕快用盡一切方法 來把這些細胞給割掉 或者用放生線把它給燒死 可是很奇怪喔 在佛教界裡面 這麼多的癌細胞跑來跑去 大家卻很開心地掏出紅包來供養 我們也不知道該講什麼了 好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常常聽說 佛以一因演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 佛法是這樣子的 聽佛講 然後大家都有不同的理解 那麼我的問題是 隨類各得解 如果誤解了之後怎麼辦 完蛋了 真的啊 所以雖然說佛法是一整體的 沒有錯 可是既然講出來的 如同剛剛余老師也有提到的 佛法在口耳相傳的過程當中 本身就有可能會聽錯 跟記錯 會講錯 更況在開始 接受這些說法的時候 理解錯誤了 那就很糟糕了嘛 好 所以 因為沒有實證的關係 當然就會越來越來把 變成有分宗立派的這件事情 對不對 好 那不過在 真的如果是在大聖法上 真的有實證的 還會主張 我要別離某某宗某某派嗎 不會的 相反的 如果假設自己沒有實證的 不管在印度 還是到了中國 是不是都有可能分宗立派 對 好 那話又說回來了 那為什麼當時在印度 我們說大聖佛法 比較沒有分宗立派 這件事情 那中國好像看起來 欸 更嚴重呢 什麼三論宗 法相宗等等 我覺得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 是因為 在當時至少在印度的時候 離佛是 還是比較近的 好 當時又有很多的大善之士 相繼的來住持的大聖的佛法 馬明菩薩 容疏菩薩 提佛菩薩等等 那麼這些 至少有一個大聖的菩薩 在住持的正確實質核心的佛法 所以自然能夠讓這些 想要立宗分派的這些雜音 自然就不會是太張狂 但是到了中國的時候呢 在雖然一開始 翻譯有很多種 經論也很多 可是如同剛剛于老師 告訴我們的 要直到玄奘菩薩 翻譯很多的經典 凱定了很多佛法之後 那時候才能夠真正的 把佛法的 這個大聖佛法的核心精神 做正確的闡釋 好 那即便是 玄奘菩薩 玄奘大師本身 為什麼他的宗派 有被叫做法相宗 這件事呢 是玄奘大師自己主張的嗎 不是 其實當然就是 真後面的人 為了加以區別 而加以給他安 就是叫做法相宗 但是如果真的要安立什麼宗派的話 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名字更為合適 叫做法相為室 起碼要這兩個合起來才能夠比較完整的說明嘛 但即便是法相為室 就夠了嗎 就足夠了 就全部掌握了嗎 沒有 所以在分中立派這件事情 真的是不需要 不應該去加以去 疊利分中立派的 謝謝 我們感謝兩位老師的答覆 在這邊也做個小結論 就是因為原來聖聖佛法傳到中國之後 其實都是因為各自所解 各自的見解 所知所見不同 才產生了這些分中立派的問題 其實這個是對佛法全盤了解不夠 那也會違反一個過失 也就是會有割裂佛法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分中分派 的確對整體佛法的理解 是有很大的一個障礙 我們接下來要聽聽 是在那裡 我來看 不好看 我來看 好看 我來看 我來看